第二个七题 有关于碱金属的叙述下列何者是错误的 B选项 碱金属与水反应是一种放热反应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讲过说我们国中所学的化学变化 大部分都是放热吸热比较少 所以我们背吸热就好了 碱金属与水反应不在我们所背过的吸热反应当中 所以它是一个放热的变化 C选项说碱金属与水反应会产生氢气跟碱性物质 这个是对的 比如说钠跟水作用会产生氢气同时产生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是一种碱性物质 然后所谓的钾氢氧化钾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C选项也是对的 诸选项说周期表中第一组的金属元素称为碱金属 这个当然也是对的 就是周期表里面最左边那个直列 那个直列呢 就是这一组呢 就是所谓的碱珠族 有所谓的里纳钾如色法 所以诸选项是对的 那么A选项说皮美钙是碱金属 这个是错的 因为呢皮美钙是第二个直行 也就是它是所谓的碱土族 所以皮美钙的碱土族不是碱金属 所以第27题呢 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是错的 我们答案呢选择是A 皮美钙属于碱金属 这个是错的 皮美钙是属于碱土族 至少赛的碱土族是碱土族的碱土族 这是解酷的碱土族